看看自己心盤當中的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首先下週兩顆星的部分 我們提醒雙子座的朋友們 會有一些新的友誼悄悄的展開 那未來會怎麼發展呢 我覺得不要太急躁 慢慢的去培養彼此的默契的話 對友誼會更有幫助 另外呢 獅子座的朋友們在工作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阻礙 那可能可以暫緩一下腳步 好好的釐清楚 我們未來的一個方向跟規劃 雙魚座的朋友們呢 會覺得有一點點的懶惰 缺乏一種行動力 可能未來一段時間呢 盡量少安排一些遠行的這個事情 會比較好一點的 三顆星的部分我們來看 牡羊座的朋友們 會有很多的計畫想要去做 總覺得時間是不太夠用的 恨不得一天能夠有48小時 然後呢 金牛座的朋友們 對於工作方面呢 會有比較多的工作來到我們的面前 小心忙中有錯 最好能夠謹慎的處理 另外水瓶座的朋友們 可能會想要獨處 跟這個其他的朋友啦 或者是一些這種同事之間的交際應酬 是能夠盡量的減少 會自己比較開心一點 來看四顆星的部分 首先呢 有巨蟹座的朋友們 跟合作夥伴 可能看起來會有一點點爭執 但是 彼此是有機會透過磨合 找到一個更棒更好的一個方向的 然後呢 天秤座的朋友們在感情世界呢 是能夠成為一個這種小霸王一樣的 我們的伴侶對我們是非常的呵護 凡事都順著我們的心意 也是感情非常旺的一個時刻 還有射屬座的朋友們 過這段時間呢 這個工作表現是非常的優異 老闆都看在眼裡 很有可能給我們一些很豐厚的獎金 自己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們來看五顆星的部分 首先要恭喜天蠍座的朋友 跟伴侶之間呢是互相的關懷 好就算沒有這種山珍海味 但是兩個人的感情就是非常的緊密 非常的甜蜜的 另外處女座的朋友們 工作表現是非常的優異受到老闆 受到同事們的一個推崇跟肯定 最後呢 恭喜摩羯座的朋友們 透過自己積極努力的行動 不管是努力去投資 或者是對於工作事業的一個積極表現 都能夠讓我們有非常的這種 財務方面很好的一個收穫 好 非常恭喜 我們來看加碼的部分 感情最旺的就要恭喜 展元哥的天蠍座 好 工作最旺的呢 我們就要恭喜處女座的朋友 財運最旺的恭喜一家的摩羯座 恭喜…